你約宇慈來這做什麼? 你還以為他是你彈帥的對象嗎? 我約宇慈來不像你講那麼窩囑的 可是你一見到宇慈 隨著會像火山一樣爆發的感情 是誰也攔不住的 連宇慈也沒把握把持得住 所以他才不敢來 我不否認我愛宇慈愛的發狂 但是我答應過哈韋 我要讓母子過最幸福、最平靜的日子 所以我要求電影公司 把我未來一年在香港所抓到一特技員的費用 偷偷電回到哈韋的戶頭裡去 我今天約宇慈來,我就想當面告訴他 有了錢,他不必有任何的顧忌 使楊娜娜受到任何的委屈 他隨時有能力可以帶哈韋離開 花了自己獨立的生活 我說過 我會把性命掏出來去愛宇慈跟哈韋 所以,即使我做特技員送到命 只要我能為他母子做一點事情 我死而無憾 我死而無憾 宇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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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讓你為我製作特技演員 就是來阻止你的 宇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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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慈 媽,如果也有人這樣愛我 我想會不顧一切的接受 不管它是不是被我們道德規範所餘血 我也會義無反顧的付出我的感情 婉倫,媽沒有別的心願 只希望妳平安、幸福 不要像季強跟宇慈那樣 為情受苦一輩子 對了,史爾文打電話來說 她說她明天會到富凱飯店 去參加記者會 好,謝謝 各位記者好友 我代表富凱基金會的主席 石富常先生 向各位鄭重地宣布 本基金會成立的目標 及忠誠 外界曾經謠傳 我們十家的成員不合 那今天我們以事實來澄清這個謠言 十家的成員不但同心協力地 成立了富凱基金會 而且我們還以實際的行動來證明 我們除了賺錢之外 當然也決心來回饋這個社會 除了在南投興建戒毒所之外 現在又準備將台南的一所連鎖飯店 改建為一整不收費的醫院 接下來我們請英律師報告 富凱基金會 未來其他發展的計劃 請 富凱基團透過經濟會的運作 未來計劃 要對大陸偏遠的地區學校均限獎學金 講助大陸貧窮的學生 各位記者先生小姐 有問題一下就可以發問 據說 石董事長的公子 石耳文先生 雖然是十家的獨子 卻一直沒有像富勝雅先生一樣 對富凱基團重用 在牧場工作 是不是因為父子不和 如果是我們父子真的不和 我怎麼會把愛樂牧場 交給我兒子的經營 石董事長的意思是 愛樂牧場也是富凱集團的產業 不錯 愛樂牧場的所有權 是屬於富凱集團的 有些人的經營 是屬於富凱集團的 是屬於富凱集團的 由他來經營 養牛 是最適合不過 等一下是屬於富凱集團 長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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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屬於死活 是屬於我 對 各位 各位記者好友 目前地下1樓的 中餐廳廚房發生了一點狀況 現在是屬於我 沒有… 請各位先不要緊張 這裡是2樓 不要緊張 慢慢來… 跟我隨便 哎… 阿威, 我不要煩腸 還有胡總, 晚輪出去 我不要煩腸 胡總, 我在電視 你們打電話通通一一九 你已經放火箭了 爸, 你跟老人趕快走 這裡有我 天花板的事, 千萬別你先出去 我知道… 走, 我自己會走 師父, 用不出去, 怕我一九 快死了, 快點 開晚輪, 晚輪 走最近的安全門, 還可以使用飯店的後巷 董事長, 怎麼樣 地下室的, 情況怎麼樣 地下室有人被困住 向晚輪在接水源 這邊走, 安全門 安全門, 趕快搭發走 快點 快點, 快點 老公, 走安全門 走, 走, 趕快 趕快, 趕快 師父, 你們走 裡面還有人, 我怎麼走 你趕快走 晚輪 我跟他聊一下, 你快走 你這樣 你還跑得來的, 趕快走 我還要去救人 我跟地下廁 你瘋了, 下面地下廁, 你又不熟 晚輪, 你不能下去 你還跑得來的 你還跑得來的 下面住會怎麼樣 還沒有, 下面看不見 你們快點走 師父 走啦 師父 快走, 師父 走 師父 師父, 你收到了 師父 快走, 快走 快點, 快點, 快點 小心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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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受傷了 不能過去 不能讓他過去 誰啊 你不要害羞 小姐 小姐 你怎麼還不到醫院去 被煙槍的 被人受傷的 聽不出來 我不會走 你真會逞強 為了救一個不相干的人 萬一你 你們這些女人就是短視 你知不知道 盛亞這一次的一舉 使得同行刮目相看 而且她正在競選 飯店工會的理事長 這下用不著拉票 穩定當選 爸 媽 我們都已經看過姐夫 這個浴火英雄了 是不是可以走了 走吧 走吧 二男 媽 我真的沒事 你們都回去休息吧 謝謝你們來看我爸 故事小姐 你不要真以為她是英雄 小心照顧她 爸 我們走吧 沒事啊 你不走 那我走了 姐夫 呗 拜拜 拜拜 沒事啊 盛亞 你好好休息 我們先回去了 好 自己擔心啊 拜拜 等一下 你先出去吧 我相信 經過這場火災 我們彼此用性命向對方保證之後 你應該不會再懷疑我對你的承諾了吧 我保證 像這種避人耳目相愛的日子 絕對不會太長 只要耳朵的病情有氣色 我就可以無愧地離開她和施家 光明在哪兒跟你在一塊兒 可是耳朵的病 真能痊癒嗎 你不是已經等了六年 都毫無進展 我一直只是覺得她睡著而已 她一定會恢復 只是要委屈你 耐心地陪我等下去而已 嗯 是我主動的 是我先愛上她 一切都是由我開始 你不要怪完了 你們不需要跟我解釋 今天我帶她來 是讓你們自己面對她 你把耳朵出到醫院來幹什麼 難道你忘了她是個病人嗎 是你忘了耳朵 還是個活生生的人 我帶她來這 是要提起是一個有夫之夫的身份 別忘了你的器材存在著事實 不給你提醒 承救你 耳朵一直是我心中最痛的傷口 任何時候想起她 我的痛苦不是別人能夠想像得到 你痛苦 是因為你恨她連累你 讓你無法自由地去愛別的女人 你不要扯上別的人 要怪 就怪我是個正常的男人 如果你是男人 你就該有大男人的擔當 別把她當他一死的人欺負她 一切都是我引起的 請你原諒我 如果已經有知 請阻止他們在彼此傷害 實際上最需要的就是他們 是楊和老文一樣都是最愛你的 請你相信我 我還是楊絕不會做對不起你的事 萬人說得沒錯 在你恢復之前 我永遠是你的丈夫 即使 即使我真的愛她 那一定會在我身分明確之後 才會真的光明與她交往 否則我就同時辜負了兩個最好的女人 你 和她 放開耳朵 你放開耳朵 你放開耳朵還不夠嗎 我自己會送她回去 你放開耳朵還不夠嗎 我自己會送她回去 我自己會送她回去 我自己可以送她 你會送她 你會送她